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第二期211章 妖宫情赏 黑云厚重 夜色柔墨 宝传在天鹅荒山中飞驰 一路上已很少再碰到危险 小姐 为何你会出现在那片战场 其他人呢 呼的 荣岳开口问道 苏语叹道 不瞒太上长老 之前发生了一桩不幸的惨事 说着 他把发生在那座破败道观中的事情简单说出 并没有掩盖什么 得知黄长廷惨死 荣岳眉头促起 道 这黄长廷 简直被猪油蒙了心 太过放肆 嫌疾 他谋犯一色 看了苏语一眼 你竟能借用那一盏铜灯 着实不可思议 苏语道 那铜灯的主人是打算让我为他效命 才会愿意将铜灯借给我用 荣岳汉首道 这很正常 那铜灯的主人不属于这个时代 要想提前在当事布局 自然要挑选一些为他们效命的人 接下来 苏语谈起在那座道观中 前后 楚必等人昏迷的事情 自始至终 荣岳也没有起疑心 以后有机会 倒是可以再去那座道观走一遭 和那铜灯的主人接触一下 看能否和我们清无神庭进行合作 荣岳说到这 却又摇了摇头 算了 等以后再说吧 接下来 苏语把前虎 楚必等人放了出来 他们从昏迷中清醒 原本一头雾水 得知是苏语把他们救走 带出了那座道观后 无不深受触动 感激不已 而当获悉 连太上长老荣岳都是被苏语所救时 前后 楚必等人看向苏语的目光都不一样了 之前 我已跟太上长老解释过事情原委 苏语道 但空口无凭 趁此机会你们来跟太上长老说一说 当初在道观中发生了什么 前虎第一个站出来 义愤填膺地表达起 对黄长廷的不满和愤怒 楚必 侯玉 周甲三人也在一边进行补充 苏语并未插话 可他看得出随着前虎等人一一进行作证 已彻底打消了荣岳心中的疑虑 再加上自己又救了荣岳 等此次返回清无神庭 根本无需自己说什么 荣岳就会为自己作证 为自己请功 果然 刚想到这 荣岳以郑重说道 小姐 你此次立下了大功 等回到宗门 本座必亲自为你邀功情赏 苏语笑了笑 拱手致谢 前几 他说道 太上长老 您觉得此次能否抓住那苏语 他这是在试探 那些顶级大势力为了对付自己 是否还准备有其他后手 荣岳摇头道 很难说 若苏语上当 已进入这天厄荒山 那么他此次注定插翅南非 因为在天厄荒山外 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将所有出口封锁 苏语或许能混进天厄荒山 可只要他打算离开时 注定无法蒙混过关 听到这 前胡忍不住道 传闻中 那苏语神通广大 手段众多 若一容改冒 恐怕就是那些神主即存在 都很难识破吧 荣岳道 你能想到 那些神主即能想不到 此次无论谁离开天厄荒山 都需要进行重重查验 那苏语就是一容 也休想蒙混过去 说着 他一声苦笑 多个 无论能否抓住那苏语 和我们清无神庭 已关系不大了 他负伤太重 伤势还在不断恶化 对抓捕苏语的事情 已完全没有兴趣 而听完荣岳的话 苏语心中终于踏实下来 这世上 没人能识破他的伪装 因为 他那一身烛龙血脉 根本不是假的 再加上清无神庭 夜游电知识这一层身份 谁能识破自己身份 不出苏语所料 离开天厄荒山后 他们每个人都遭受到了 重重查验 但无论那些神主动用 什么秘法和宝物 也都没能识破苏语的秘密 而由于太上长老 荣岳富商太重 就在当天 他们就和另一位 太上长老 立山明一起启程 重返清无神庭 也是当天 天厄荒山的事情落幕 此次各大势力 联手围剿 落青帝的行动 早已引发天下关注 可真相却出乎人们意料 世人这才意识到 天厄荒山的行动 明面上是在追击苏语的世道着 实则是一个针对苏语的局 可惜 这个局失败了 但 这些都已无关紧要 因为就在当天 有关天厄荒山身处 藏有三座时空禁地的消息 像一记惊雷般响彻天下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天下为之轰动 时空禁地 代表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力量 更代表着在黑暗神话时代来临时 一股将在神域天下横空出世的恐怖力量 仅仅天厄荒山深处 就有三个时空禁地 这让人们都无法想象 在天下其他禁区中 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禁地 一时间 各种传闻四起 到处都在议论时空禁区 黑暗神话时代的事情 何止是世间那些修饰忧心忡忡 连那些顶级巨头势力 也感受到真正的压力 因为唯有他们清楚 当黑暗神话时代来临 那每一个时空禁地中 必将分别杀出一只不属于当代的强大势力 届时 这天下的秩序和固有秩序 都将遭受到冲击 谁也无法置身失败 亲吾神庭 黄富殿主死了 没想到 萧执氏竟如此了得 不止救出了乾胡等同门 还在关键时刻救回了荣岳老祖 他此次立下的大功 足可破格提拔了 听说荣岳老祖 已亲自和长教聊过 要对萧执氏论功行赏 发生在天厄荒山中的事情 也是传遍了亲吾神庭 尤其是苏义的表现 引发了宗门上下的轰动和热议 萧执氏的确无愧是一位旷世人物 进入宗门才一个月余 就以声名雀起 威名远扬 灵竹风一战 已证明了萧执氏是何等强大的一位下位神 而此次天厄荒山之行 更证明萧执氏不止有勇有谋 还有担当有气魄 这才是我被所敬仰的旷世人物 以后宗门内 谁敢再妄言萧执氏的不是 我第一个不答应 俺也一样 一些老辈人物都暗自感慨不已 最抽 萧俭拒绝被长教当棋子 所有人都以为 他将被冷落和排挤 就此跌入低谷 可谁敢想象 才多久的时间 萧俭非但在宗门站稳了脚步 并且还收获了大量的拥顿 威望与日俱增 俨然成为宗门内最受瞩目的一位风云人物 尤其是此次天厄荒山之行 萧俭冒着性命危险把陷入绝境中的荣月老祖救了回来 仅此一事 就足以让萧俭在宗门中立下属于他自己的威望 连长教 大长老他们都很难再压住萧俭的锋芒 被剑 这是实打实的功劳 小松风 酒长老铁文静高兴坏了 亲自拎着一坛酒 去找苏毅队饮 苏毅此次表现太抽重 让他与有荣烟 颜面有光 荣月老祖已经发话 长教就是再不情愿 也必会对你进行重赏 铁文静笑咪咪道 而黄长廷已经与命 他那夜邮店副店主的位置也空缺了出来 正是和你来占据 他实在太高兴 眉梢眼角都是喜色 小姐 你可真是带给我太多的惊喜了 以后再宗门 我看谁还敢拿捏你 苏毅云淡风轻地笑了笑 举起酒杯道 铁长老 我敬你一杯 他哪会在意这些虚名 多个 一想到自己在一个月时间 就快速在金吴神庭站稳脚步 立下威望 苏毅心中也很满意 一切都在他掌控中 这感觉的确很不错 哈哈 喝酒 铁文静也举起酒杯 可就在此时 洞府外有试着求见 带来了一则消息 长老 长教下达旨意 以对萧执事进行重赏 旨意中说 让萧执事有空前往天保大殿领取奖励 铁文静笑道 你看 长教也已下达旨意了 对了 长教的旨意中 可对萧执事的职务有什么安排 回禀长老 没有 适者低着头回答 铁文静脸上笑容凝固 皱眉道 没有 你再说一遍 适者浑身一颤 结结巴巴道 长教的旨意 已传到宗门各处 除了对萧执事进行重赏外 的确并没有谈起提拔萧执事 职务的事情 铁文静脸色顿时难看下来 怎么会这样 立下如此不是大功 荣岳老祖更是亲口为萧执事请功 可怎会不曾提拔萧执事的职务 哼 他猛地将酒杯狠狠摔碎 咬牙切齿道 这公平嘛 又拿什么符重 萧执事被这般对待 岂不是也让宗门其他人寒心 铁文静怒不可遏 脸都变得铁青 我就不明白了 为何长教就非要针对萧执事 苏意仰头将杯中酒 劝卫道 铁长老莫生气 或许 长教自有安排吧 他初开始也有些意外 长教梁灵徐这么做 分明就是在故意打压他 可玄疾 他就不在意了 反倒很乐意见到这一幕 因为 只看铁文静那愤怒的样子 苏意就清楚 长教这个安排 势必会在宗门内引发重怒 勾起许多人心中的怒火 而遭受不公平对待的自己 自然会赢得许多的同情和支持 对苏意而言 这反倒是一桩好事 多行 我要亲自去见一剑长教 铁文静愤然起身 不顾苏意劝阻 转身就离开了洞府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栗 第2212章 婉月 青梅 长教下达旨意 重赏消减 可却没有提升消减的职务 这件事在当天就引发宗门上下骚动 那些年轻弟子都愤愤不平 为消减名不公 一些和消减一样的神明都感到寒心 立下如此不是大功 却依旧被打压 无法晋升职务 这让谁能不感到不解 一些老辈人物则很惊诧 长教做事 向来滴水不漏 怎会在赏赐消减这件事上 显得如此敷衍 他难道就不知道 这会引发宗门上下的不满 会有许多人为消减打抱不平 当然 也有许多人幸灾乐祸 这消减一个心愿而已 这一个月里却闹出那么多动静 锋芒太长了 若不打压一下 那还了的 就是 给予他重赏可以 但断不能提升他的职务 毕竟是新人 未止升得太快 难以扶重 总之 针对消减进行封赏这件事 在清无神庭闹得人尽皆知 也就在当天 三长老苦真亲自站出表态 说是他坚决不同意提升 消减的职务和长教无关 原因很简单 消减仅仅只有造物净修为 并且刚加入宗门不久 但照宗门规矩 不适合破格提拔为副殿主 但 空缺出的夜游垫副殿主位置 会一直给消减留着 等以后他到横经浸 熟悉宗门一切事物后 自会提拔他为夜游垫副殿主 随着苦真这个表态传出 这才化解了许多不满的声音 可依旧有许多人为苏义感到不止 换我是消减之士 立下如此大功之后 却被这般对待 一定会心灰意朗 有人愤慨 简直太让人寒心了 消知识若知道这些 心中该何等难受和委屈 有人同情苏义的处境 为他感到难过 我还当是长教做事不公平 原来一切都是三长老的主意 许多人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苦真 哼 再愤怒 再不满 再同情苏义 也没人敢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刀阔铁文竟也如此 他已亲自见过长教 可得到的答复 同样让他失望 感到心寒 甚至都没脸再去见苏义 而对于这一切 苏义只笑了笑 魂没有在意 一个职务的改变而已 又能增添多少好处和权柄 只要三长老苦真 依旧是业油店店主 他就是成为副店主 也会被苦真所压制 多个 苏义也没想到 在拒绝给自己生殖这件事上 竟是苦真的主意 但这一切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 经此一事 许多人心中的伙计已被勾起来 开始对长教和三长老的做法 有意见了 而自己则成为最委屈的那个 这就足够了 既然被人认为受委屈了 就必须得装地委屈一些 接下来这段时间 就潜心修行一番 苏义按道 当天 他前往天堡大殿 领取了来自长教的重赏 足足上百种神药 三百块不朽神金 以及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神才 愁彩 还有疗伤神担食品 看得出来 这样的赏赐的确是大手笔 没有那般寒酸 过刚一时 锋芒毕露也不是好事 依我看 长教是打算压抑压你的性子 以后肯定会重用你 离开时 天堡大殿殿主祭川 亲自找到苏义 进行安抚 选急 他话锋一转 道 大长老也知道了此事 对你遭遇的不公极为愤慨 以后 你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可以来找我 苏义一正 选急领会了祭川的意思 道 多谢 大长老的阵营和长教的阵营是同水火 一直在明争暗斗 这时候 大长老安排祭川来传话 用心昭然若揭 那就是在拉拢自己 希望自己站到大长老那边去 多个 苏义对此并不感兴趣 他可不会给任何人当棋子 自然的 也就没有表态 从天宝大殿返回后 苏义就开始闭关修行 不再见客 这种姿态 被宗门众人师作是遭受了委屈 在表达自身的不满 人们对此都很理解 若苏义表现得像什么事也没有 反倒会显得太反常了 浩天神殿 你这么做 已经引起宗门许多人的不满 至于吗 掌教梁灵徐皱眉开口 至于 苦真回答得很坚定 惠青死了 他是红真老祖身边的仆从 跟随红真老祖多年 一旦红真老祖返回宗门石德西此事 必会雷霆震怒 梁灵须眉头皱得愈发厉害 你该不会认为惠青的死 和削减有关吧 他一个造物镜角色 拿什么去害死一恋地步的神主 苦真沉默片刻 道 之前 我已分别盘问浅虎 仇臂 侯玉 周甲四人 虽然他们的答复都一样 挑不出任何毛病 可正因如此 才显得很不对劲 此话怎讲 梁灵虚弱有所思 在那座时空禁地的道观中 浅虎等人都昏离了 唯独萧姐没有 并且还是削减把他们救走了 苦真道 虽说 这极可能是因为那座道观的主人对削减很赏识 放过了他们一马 可这一切都是削减的说辞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这是其一 苦真道 其啊 黄长廷的死必然是削减有意为之 他很清楚那一盏铜灯的威力何等恐怖 可却并未留情 当场用磁宝杀了黄长廷 诚然 黄长廷的一些做法很过分 的确该遭受惩罚 可削减一个知识而已 却敢毫不客气杀死他的上司 可见此次的心有多黑 顿了顿 苦真继续道 其三 我之前曾拜见荣岳老祖 了解过发生在天厄荒山的事情 这削减一个造物净角色 却胆大倒敢跑到那一场神主级大战的战场 这也太反常 也根本不是一个想为神感去做的事情 以上三点 足以证明那削减身上有问题 并且此字很危险 听罢 梁灵虚谋光闪动 陷入沉默 许久 他这才说道 荣岳老祖如何说 苦真露出无奈之色 道 荣岳老祖的性命 就是削减救的 哪会相信我这些推断 还骂我疑心病太重 梁灵虚沉吟道 那你说这削减若有问题 为何还要救荣岳老祖 很简单 他想让荣岳老祖来给他当证人 打掩护 苦真眼神阴朗 我可以这么说 此子心性够狠 隐藏的也够深 他混入咱们轻无神庭 绝对图谋甚大 梁灵虚柔了柔眉宇 叹道 这些都是你的揣测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你让我如何能真正相信你的推断 苦真语气坚定道 长教放心 我一定会揪出此次的狐狸尾巴 拿出确凿的证据 梁灵虚道 我只一个要求 不能再因为削减的事情 引发宗门的不满了 你可知道 一些长老都对这件事颇有微词 也让我压力很大 苦真略意沉默 点了点头 梁灵虚呼地道 过些天 有一位贵客要来咱们 清无神庭暂居一段时间 我打算安排他居住在灵竹峰上 苦真一正 谁 梁灵虚道 春秋古城麒麟商会的总管 麒麟神族组长之女 岂微 苦真错愕道 无缘无故的 麒麟神族组长之女 怎会来我们清无神庭暂居 梁灵虚道 我也不甚清楚 此事乃是麒麟神族的一位 老古董人物安排 找到了咱们宗门的 太上二长老搭现 太上二长老 苦真脸色微变 在清无神庭的后山禁地 有多被神主及老怪物隐居闭关 其中 太上二长老白里 因是一位八恋神主 在很久以前 白里因还曾担任过长教的职务 在宗门的威望高的吓人 你说 我能拒绝吗 梁灵虚轻叹 多个 有太上二长老在 那麒麟神族组长之女前来暂居 断不会别有意图了 咱们就把这启薇是座寻常贵客看待便可 对了 说到这 梁灵虚道 太上二长老吩咐过 启薇的身份不得泄露 在进入清无神庭后 他会以婉月这个名字出现 苦真点了点头 另外 还有一件事 梁灵虚说着 眉头皱起来 七天后 决天摩亭将派遣门中传人前来 和我们清无神庭的传人论道切磋 苦真困惑道 论道切磋而已 这等小事 何须掌教在意 在顶级巨头势力之间 门下弟子之间相互拜访 进行论道切磋的事情很常见 一般 这种是随便找一个长老去主持就可以 根本无需在乎 这次不一样 梁灵虚道 决天摩亭子字带队前来的 是青梅魔主 苦真先是一愣 闲急道吸凉气 吃惊道 派一位隐居多年不出的 酒链神主集存在前来 仅仅只为了门中弟子 论道切磋的事情 青梅魔主 决天摩亭开派祖师的道理 这等巨头级老古董出行 往往大有深意 但不可能仅仅只为了 带一些小辈人物进行论道 这也正是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 梁灵虚谋光闪动 那 所以 这件事我们断不能当作小事来对待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力 第二千二百一十三章 吕展玄 唐 洞府内 苏语周身契机轰鸣 弥散出混沌般的大道光雨 他盘膝坐在那 每一寸肌肤都流淌着厚重神秘的道运 神圣超然 体内 混沌海翻涌 纪元火种摇曳 流淌混沌火焰 此时 他的道区 神魂 修为 大道宛如化作一个炉顶 再沸腾 再燃烧 再升华 一幕幕神秘的大道异象 随之在他周身映现 时而化作神秘的轮回虚影 时而化作深不可测的大渊 时而演化出无穷大道的妙象 最后 这一切异象都演绎出不同的剑意 强强剑鸣之声 激昂如凤体 洞府的禁阵早已开启 为防止有人窥探 苏义更是把捷运伞 镇压在禁阵中 这件混沌秘宝 牵扯神妙的运术 也能遮蔽一切针对气韵 命格 生机的窥探 并且 这里是小松丰 九掌老铁文静的地盘 再加上人面青鸟 会青已死 让苏义在不必担心 修行时被人窥探 各位 他完全放空自我 在修炼时将一身的 大道力量极尽演绎 不断锤炼 不必再遮掩和保留 他的修炼 静静自然远超以前 仅仅三天时间 他就炼化了一批疗伤神药 将一身伤势修复 到了七成地步 一身修为都已恢复到六成 许久 苏义从打坐中醒来 他长吐一口气 心中喃喃道 修为恢复的感觉 着实不错 可惜 无法利用小松锋上的天地灵气 否则 我恢复的速度只会更快 苏义有些遗憾 他若全力运转道行 整个小松锋上下覆盖的天地 大道气息 会被他全部炼化掉 其他人根本抢不过 这样的话 势必会惊动他人 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很快 苏义拿出一批不朽神经 丢给补天炉后 他便继续开始打坐 身上的神药还有不少 但他估算 当全部炼化后 身上的伤势当可恢复到八成 修为也能恢复到七成左右 实践流逝 匆匆四天过去 这天清晨 绝天魔庭地一直强着队伍前来 请无神庭拜访 带队的 是隐世多年的青梅魔主 一位堪称神话的巨头级存在 不止在南火神州 在整个神域天下 都称得上是 毅力神道之巅的传奇 而青梅魔主此次 带了三十三位 绝天魔庭核心传人前来 其中 由以正道成神的绝世神子 有先到太玄街中 最巅峰的风云人物 这样的阵容 当即在清无神庭上下 引发轰动 万众瞩目 当天 长教梁灵须 大长老魏忠 以及太上二长老百里 亲自前往山门外迎接 被贬为迎宾殿之士的莫庸 亲眼目睹了这一场盛况 神色颇为复杂 他情不自禁想到 此次决天魔庭派遣弟子 上门润道切磋 小简之士会否也会参与其中 毕见 在如今的宗门 小简之士的威名之圣 由目共睹 战力之强 更在灵竹峰一战中得到证明 可玄疾 莫庸就摇了摇头 前不久 小简立下不是大功 却被长教和三长老故意压着 不给他晋升职务的机会 受到如此大的委屈 小简哪可能会愿意为宗门出战 这些天 小简可一直都在闭关 再没有露面 这被人认为是小简商透了心的表现 星河道场 清吾神庭最古老的一座道场 可容纳三万余人 一场在清吾神庭和决天魔庭 这两大道统弟子之间展开的论道争锋 就将拉开帷幕 贵宾席上 太上二长老白礼音 长教梁灵须 大长老魏忠等大人物 接列席其上 白礼音坐在青梅魔主旁边 而此次和青梅魔主一起前来的三十三位门人 则都已等候在星河道场一侧 另一边 则站着清吾神庭的一众传人 都是造物镜下卫神 不乏堪称旷世的风云之辈 之前曾败在苏义手底下的李霄云也在其中 愁彩 在星河道场四周 早已站满了密密麻麻的身影 那些都是清吾神庭的宗门弟子 知识 护发 是从一类的角色 全都是文训而来 前来观战的 而这一场论道争锋 将在半课中后开始 恕我冒昧 敢问道友此次为何要亲自带着门人前来 贵宾席上 白里阴呼地问道 长教 大长老等人顿时竖起耳朵 他们心中也很奇怪 两家道统之间的弟子论道 何至于让青梅魔主亲自带队 吕青梅随口道 之前八千年 我一直在闭关前修 不问世事 而今出关后 才发现世事变化如此之大 故而才借此机会前来拜访 一是穷极无聊 静极思动 二是也想见一见你们宗门的红真老祖 可谁曾想 他如今并不在 说吧 吕青梅悠然一叹 众人都知道 早在很久以前 吕青梅就已和红真老祖相识 乃是结交多年的大道好友 听到他是为见红真老祖而来 众人这才明白了一些 长教 润道争锋的事宜 已经准备妥当 此时 一位长老前来禀报 梁灵虚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吕青梅 说道 在这一场论道争锋开始之前 前辈可有什么要交代的 吕青梅道 一切依照规矩进行便是 多个 本座倒的却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前辈不妨直言 梁灵虚笑说道 吕青梅轻声道 此次本座带来的这些传人 都抱着毕生的信念而来 除非他们一一被击败 否则他们会一直站到最后 直至击败桂门派的所有太玄街 以及造物镜核心传人 此话一出 许多人眼皮一跳 这样的论道争锋 倒也并不罕见 但一般情况下 很少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 容易让两道宗门之间闹出矛盾 伤了和气 毕竟 一旦决天魔庭的人大获全胜 横扫青梅神庭一切同镜之人 传出去的话 让青梅神庭的颜面往哪里割 看来道友对你们那些传人 很有信心嘛 白礼音笑道 赶上门论道时 说出这等话 只能证明 此次决天魔庭是有备而来 信心归信心 胜负还需要真正论道之后 才能分出 吕青梅也笑了 道友你说呢 白礼音汉守道 那就依照道友的请求做就是 当即 长教梁灵徐下令 开始这一场论道争锋 先进行的是太旋街弟子之间的论道争锋 事实证明 决天魔庭的确有备而来 参与太旋街争锋的决天魔庭传人 有二十人 最终有十九人落败 一个人战斗到最后 而青梅神庭这边 一共出动了九十九人 却尽数败北 这引发满场哗然 不知多少人为此沮丧 愤怒和震惊 倒不是他们清无神庭的太旋街 人物不堪 而是绝天魔庭那边 有个堪称逆天的绝世妖孽坐镇 此人名叫吕展玄 一身十里之恐怖 都能去和造物镜初期的下位神对抗 放眼整个神域天下 能办到这一步的 也仅仅只有一小撮人 而之前在论道争锋中 清无神庭那些太旋街人物 绝大多数都是败在旅展玄手下 贵宾席上 清无神庭那些大人物的脸色 都有些阴沉 他们怎会看不出 这一场发生在太旋街之间的 论道争锋 绝天魔庭之所以能获胜 是因为有吕展玄这个绝世妖孽 吕展玄很自负 在获胜多场之后 一兴阑珊 不愿再浪费时间 直接宣布 谁若有能耐击败他 尽可以站出来 若没有 恕他不再奉陪 结果 还真没有 最终 吕展玄一起绝尘 也将清无神庭一切 太旋街对手的气焰尽数压盖住 乞丐 以前史豪为何不曾听说 贵门派还有吕展玄 这样一个逆天妖孽 白里音忍不住问 其他人也很困惑 吕展玄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 太陌生 在整个南火神州 都没有任何名气 吕青梅兴谋 发生微妙的变化 柔声道 他是我收养的义子 从小就在我身边修行 也从不曾抛头露面 这还是他第一次参与 宗门之间的论道争锋 青梅魔主收养的义子 当得知吕展玄这个身份 众人都不禁动容 一个从小被青梅魔主 这样的神话人物栽培的义子 自然远非一般意义上的 绝世人物可比 我总算明白了 原来倒有此次前来 是让你那一子借我们青梅神庭 那些同辈之人立威的 白里因一声轻叹 经此一事 吕展玄之名 必可振朔南火神州 响彻神域天下 众人神色复杂 都有些郁闷 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 这叫什么 拿他们青梅神庭的弟子 来当殿角石 以铸就自身的威名 吕青梅微微摇头 道 道有误会了 小辈之间的论道争锋而已 就是我那一子因此而名扬天下 又算得了什么 这世上 可从不缺逆天般的绝世妖孽 说着 他目光望向远处的 吕展玄身上 吕展玄已返回坐席上 他身着素色长袍 头盘倒计 肌肤白皙如玉 那一张脸庞如青年般俊意 眉宇轮廓棱角分明 静静地坐在那 就给人沉浸如水 不动如山的神韵 此时 天光倾洒 照在他的侧脸上 平天一丝飘然出尘的气息 吕青梅眼神不易察觉地恍惚了一下 想起了一个人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 可在顶级巨头势力中 下卫神也仅仅只是刚站在神道之路起点的角色 一些核心真传弟子便有造物镜下卫神的道行 也只有成为核心真传弟子 才有资格在顶级巨头势力中站稳脚步 成为宗门器重和重点栽培的对象 各位 这第二轮论道争锋的意义 就显得很不一般了 一旦青梅神庭这边落败 则意味着在对核心门人的栽培上 输给了绝天摩庭 会对青梅神庭的威望和名誉遭受很大的冲击 正因如此 这一场论道争锋开始之前 长教梁灵虚就把宗门中排名前十的 造物镜下卫神尽数召集了过来 其中不乏堪称旷世的逆天角色 可当这一场大到争锋真正上演时 青梅神庭所有人才猛的发现 事实太残酷 此次绝天摩庭出动的十三位核心传人 竟是一个比一个强大 不断获胜 厮杀到最后 青梅神庭这边出动的三十九位下卫神 竟是全军覆没 而决天摩庭这边 则仅仅有十人落败 还有足足三位核心传人 赢到了最后 这其中 以一个名叫方硕的下卫神战力最恐怖 他一个人 就陆续击溃清无神庭排名前三的三个下卫神 引发全场侧目 抽策 一个名叫柳河的女子也很恐怖 在多次对战中 陆续击败八位对手 归根到底 这一轮的论道对决中 方硕和柳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两个就压概住清无神庭那边所有对手的锋芒 而清无神庭这边之所以落败 就是缺少类似方硕 柳河这样扛大旗的逆天人物 抽策 真正比较的话 两大道统下卫神之间的实力并没有多少差别 这一切都体现出一个宗门若拥有逆天人物坐镇 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像西天灵山的佛子联商 三清道亭的四位道子都是同镜中压轴的领袖人物 遗憾的是 目前清无神庭虽然也不缺绝世人物 但真正能称得上扛大旗的却没有 是否还有人要战 星河道场中 方硕环顾四周 尽显辟逆风采 他一袭战袍 长发如墨 身影挺拔 截然一人立在那 大有俯瞰十方的威势 清无神庭上下 无不内心憋闷 脸色都很难看 一个外人 站在自家道场之中 横扫群伦 无可匹敌 这让谁能受得了 难道我清无神庭无人了吗 有人悲愤 咬牙道 这 这也太丢脸 许多年轻的门人 更是感到说不出的憋屈 泰玄街之间的对决 他们输了 现在 造物镜之间的对决 难道也要输掉 此时传出去 他们清无神庭的颜面 往哪里割 可 不得不说 那方硕的确太恐怖了 超乎想象的可怕 有人叹息 这才是最让人感到无力的地方 堂堂正正的对决 他们清无神庭既不如人 又能怪谁 贵宾席上 一众大人物的脸色也都很阴沉 门中弟子大败 让他们也颜面无光 若非碍于规矩 他们早看不下去 拂袖而去了 丢脸 实在太丢脸 若是夜游店的小简直视出手 兴许能力挽狂澜 呼的 一味长老开口 此话一出 让不少大人物心中移动 可掌教和三长老却都皱起了眉头 小简 那小子一肚子的委屈 哪可能会甘心为宗门效力 更别说 面对方硕这样的对手 小简 能行吗 小简 与此同时 立在星河道场中央的方硕呼的开口 来之前 我也听说过此人的名声 据说是竹龙一脉的一位盖世人物 怎么 他今天不在吗 声传全场 一番话 勾起了在场大多数的记忆 想起了小简 曾遭受到的不公和委屈 一时间 心中都很不适滋味 换我是小直视 怕也不会来切磋润道了 有人嘀咕 许多人都是类似的想法 认为宗门对待小简 实在太不公平 立下大功之人 却被打压的血藏起来 谁能不为之愤慨 为其感到不公 这小简的名字 我也听说过 贵宾席上 青梅魔主呼得道 竹龙血脉可太久不曾出现在世间了 不知此人是否在场中 一番话 让在座那些大人物面面相去 谁都清楚 小简为何没有出现在这里 可家丑不可外扬 这种事情谁又会当着外人说出 长教梁宁须笑了笑 道 小简之士的确是难得的修道奇才 他前段时间已开始闭关 故而不曾参与到此次论道争锋中 此次机会难得 我等好不容易前来一次 前辈能扶请这位竹龙一脉的 小简之士前来一届 远处道场中央 方说道 我听说 他曾在春秋道会上大放一彩 若未能和这等人物一战 可就太可惜了 场中一片寂静 众人的目光下意识都看向了长教那边 青梅魔主也轻声道 不知梁长教一下如何 梁灵须一阵沉默 旋即点了点头 道 我就派人换他前来 说着 他把九长老铁文静叫过来 道 铁长老 姿势体大 只能劳烦你亲自去一趟了 铁文静心中有一万个不情愿 差点忍不住当场拒绝 用得上萧锦时 你让我去请 可用不上时 你就百般打压萧锦 你把萧锦当什么了 可当碰触到梁灵须的目光 铁文静顿时犹豫了 快去吧 无论萧锦此来是舒适赢 我都会给予他相应的赏赐 梁灵须温声道 这番话说得很委婉 但他相信铁文静一定能听明白 铁文静的确明白了 掌教这是同意提升削减的职务了 那我去试试 铁文静道 毕竟他在闭关修行 若处于紧要关头 恐怕也无暇分身 此刻 三长老苦真忍不住冷哼道 掌教有请 他岂能不来 而梁灵须眉头 不予察觉地皱了皱 玄机笑道 快去吧 铁文静这才离开 得知掌教已经派遣 九长老去请萧锦出战 场中顿时引起一阵骚动 萧直师若来 不知能否获胜 一定能 在我心中 他可不比那方硕差 我就担心 萧直师心中委屈 不愿前来为宗门出战 人们议论 这一切都被吕青没听到耳中 也让在座那些 清无神庭的大人物们 神色有些不自在 一些大人物心中 甚至都开始埋怨 当初掌教为何非要打压萧姐 这下好了 这种丑事也被 决天摩庭的人看在眼中了 小松风 萧姐 你可以考虑一下 拒绝也可以 我一定支持你的决断 铁文静神色正重道 更别说 那方硕的战力的确很恐怖 你若答应去对战 万一你弱败了 我去 苏义直接道 走吧 说着 以朝洞府外走去 铁文静一呆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苏义会答应得如此痛快 你 也想和那方说一句高低 铁文静忍不住道 身为宗门传人 我宗使在委屈 自然得以大局为重 否则 宗门上下会如何看我 苏义随口道 长将三长老他们又会如何看我 铁文静略意私存 欣然道 的确 无论成败 只要你参战了 就是在为宗门出力 并且当大家知道 你受到这么大委屈 也愿意为宗门而战 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若是拒绝 反倒会被认为格局太小 听完 苏义笑了笑 不置可否 他可不是为此出战 而是因为 吕青梅来了 这个曾陪伴在 义道玄身边的女人 骗了义道玄的感情不说 还在双修时 差点害死义道玄 而见 这女人竟然出现在 轻无神庭 苏义自然要去见一见 并且 他有预感 这女人此来 极可能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甚至不排除 此女对她的身份 产生了一丝怀疑 否则 堂堂一个酒链神主 一个早在很久以前 差点害死一道玄的绝代魔主 怎可能会无聊到带人前来 轻无神庭论道切磋 更别说 铁文镜之前谈起 吕青梅刚才也曾亲自开口 希望掌教请自己前往论道 这一切 这一切让苏义欲感到 吕青梅此来的意图 很可能和自己有关 但 她不能避而不见 因为越是躲避 越会让吕青梅怀疑 之后还不知会引发怎样的麻烦 与其如此 不如现在就去见一见 苏义自信 这女人端无法看出自己的身份 当苏义和铁文镜一起抵达星河道场时 场中顿时掀起一阵轰动 萧直是来了 我就知道 哪怕她心中在委屈 肯定不会拒绝出战 因为她是有大胸怀 大气魄的人 怎可能会未战不前 是啊 萧直是的确太让人敬佩了 此次论道无论成败 我都会更尊敬她 无数议论声中 贵宾席上 吕青梅的目光也是摇摇看向了苏义 这一瞬 她那星眸深处悄然浮现出一对灰色而神秘的符号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眼波 摩鲜 摩鲜》 《第二千二百一十五章》 《抽战》 与此同时 苏义目光一扫全场 也摇摇看向了贵宾席 然后 一眼就认出了吕青梅 她还是一道玄机意中的模样 一袭宽秀淡白色霓裳 压青色的长发盘击 白皙的玉蓉如少女般青梅觉俗 一对眸灵动如水 明亮如星 她就那般一态随意地坐在那 鲜秀修长的身影就尽显一股设人心拓的威仪 一如高高坐在九天上的女帝 在俯瞰诸天众生 读歌 苏义很清楚 这女人不止一张面孔 心性难测 绝诈善变 曾和她亲密无间的一道玄 心境何等坚韧强大的一个存在 可在双修时 竟都差点被害死 可想而知 此女有多善于伪装和藏匿感情 苏义察觉到 吕青梅也看向了自己 这一瞬 她清楚感受到 此女眸子深处似有微妙的情绪在涌动 苏义眸光成澈 平静已对 很自然地就挪一开目光 不再理会此女 吕青梅一对精致的峨眉威咒 随即也收回目光 静静不语 此时贵宾席上的掌教梁灵虚 三长老苦真神色也很复杂 苏义的到来 引发了场中轰动 也让他们清晰见识到了苏义 如今在宗门的威望和影响力 尤其当听到宗门弟子对苏义的敬佩声 让他们都感到有些不自在 若有可能 他们宁可苏义不来 但选急 掌教梁灵虚就稳住了心情 笑着开口 消直视 讨扰了你的清秀 你可莫要介怀 为宗门而战 本就是弟子分内之事 怎会因此而介怀 苏义说着 已迈步走进了星河道场 怎么对决 苏义抬眼看 向方硕 此人身上的气息的确很强 称得上是造物镜中 最巅峰的逆天角色 可也仅仅如此罢了 方硕也在大量苏义 眸光平静 不用外物 以自身大道定胜负 好 苏义汉手 可此时 却有人开口 且慢 一个身着戎装 起而短发 身姿瘦削的女子 一跃来到了星河道场内 柳河 此女之前 曾连续击败八位对手 展现出极端凶悍霸道的实力 先让我和她玩一玩 若我输了 方师兄再出手 若赢了 也就意味着 她不够资格和方师兄对决 柳河双臂环抱胸前 眼神冰冷如刀锋 侵略性十足 顿时 场中骚动 许多镜无神庭的弟子 脸色都很难看 这柳河 分明是认为 萧直是不够资格和方硕对决 哼 苏义汉手 都懒得废话 方硕略一沉吟 只对柳河说了一句 对战时 要全力以赴 这位萧道友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同镜人物可比 柳河眼眸威 柳河眼眸威宁 似有些惊诧 旋即汉手道 我会的 方硕当即退让开 全场的目光也都全部汇聚在了苏义和柳河身上 萧直是能赢吗 清无神庭那些大人物都拿捏不准 而那些宗门弟子更是紧张起来 若萧直是输了 那他们清无神庭这边 可就再没有可堪对战之人了 这一战可着实让我纠结 三长老苦真探道 许多大人物神色变得一样 他们都清楚苦真的心思 无论苏义输赢 都让他无法接受 原因很简单 苏义若赢了 经此一战 必将威望大长 声势空前 再不可能被打压 否则宗门上下 大多数人恐怕都会不答应 苏义若输了 则显得他们清无神庭 太无能 都找不出能够压住 对手气焰的人 而这也意味着 他们在此次论道争锋中 彻底输给了绝天魔庭 这两种结果 都是苦真不愿意看到的 让他如何不纠结 萧直是尚且知道大局为重 三长老字可以放宽心 莫要在意意识得失 梁灵虚语气平淡开口 一句话 实则内脏锋芒 罕见地在敲打三长老 喂 作为最信任三长老的人 他也对三长老的表现 有些不满了 苦真脸色微变 不敢再说什么 只是 他看向苏义的目光 则多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寒意 天的绿色霞光 而他的攻势 则向排山倒海 毁灭气息惊天动地 凶猛到了极致 之前败在他手中的八个对手 几乎都是败在他这种密集 而霸道的攻势中 无力还手 最终惨败 但 让所有人动容的是 消减比柳和更强势 更霸道 他俊拔的身影气血爆战 身后硬线烛龙虚影 一身威势霸天绝地 直接以硬碰硬 哼能 瞬息 两者激烈交手上百次 每一击 都让观战者心惊肉跳 震撼连连 而很快 人们就振奋起来 因为柳和的攻势 正在被瓦解 不断遭受来自消减的打压 这让那些决天魔庭的强者 都不禁吃惊 难以置信 柳和在他们宗门的 遭污境下位神中 是仅次于方硕的第二人 可现在 却在正面硬汗中 开始陷入被动 而仅仅片刻后 伴随一道沉闷如雷的 轰鸣碰撞声 柳和那受削的身影 直接被一拳轰飞出去 不受控制地 摔落在星河道场之外 全场一静 前级 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仗在 萧直是威武 厉害 我现在才知道 灵竹风一战 萧直是根本未曾动用权力 他真正的战力比我们预想中要更强大 哈哈 舒服了 全场都是欢呼声 那些宗门弟子脸上写满激动 喜悦 之前积攒内心的憋屈 都在此刻一扫而空 扬眉吐气 贵宾席上 宗门那些大人物们也不禁喜笑颜开 总算挽回了一些颜面 这小姐可真是不错 长教你也看到了 子子一直隐瞒着自身实力 根本不像别人所想的那般简单 三长老脸色阴沉传音道 梁灵须眉头皱起 淡淡道 隐藏实力又如何 他终究只是一位下卫神而已 若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问题 三长老就别再疑神疑鬼了 苦针顿时沉默 心中憋闷 他察觉道 因为这小姐的事情 长教对待自己的态度已发生微妙的变化 开始有些不满了 道友觉得我派小姐如何 太上二长老白里音笑着问吕青梅 他也很高兴 内心舒缓少许 苏毅的表现让他颜面有关 很不错 吕青梅回答得有些心不在焉 他秀眉紧促 凝视着道场中的苏毅 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白里音微微一笑 对长教梁灵虚道 最终萧直是无论成败 务必要给予他奖励 毕竟这次论道 扰乱了他的清修 梁灵虚寒笑道 老祖放心 我自会安排 说着 他目光有意无意地扫了三长老一眼 隐含警告的意味 苦真心中愈发烦闷 他清楚 随着太上二长老开口 根本不可能再找任何借口 去打压那个削减了 在场制中 就属九长老铁文静最得意 最高兴也最开怀 与有容颜 唯独苏毅心中最无奈 演戏真的很累 尤其是在场之中 还有不少神主在观战 要想隐藏实力 难度可不是一般大 而他敢肯定 在场那些神主 肯定已察觉到 自己在对战柳河时 并未全力出手 因为实力隐藏得再好 是否全力去拼命厮杀 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这一点根本无法掩饰 独克 苏毅道也不担心 他的烛龙血脉是真 他的容貌也是真 连动用的秘法和神通 都源自烛龙血脉 与生俱来的力量 哪怕被人察觉到 隐藏了实力 也不会怀疑自己 是个冒牌的烛龙后裔 而在这全场轰动之际 方硕走进了道场中 他神色平静 拱手见礼道 请 严谨一概 毫不废话 一个字 就像有万钧之众 让全场嘈杂的声音 全都消失 气氛也变得寂静下来 方硕的恐怖 之前有目共睹 谁也不敢说 小简直是会是他的对手 这一刻 那些大人物们 也都屏息凝神 开始认真观望 千 苏毅抬手示意 方硕点了点头 一步踏出 唐 在他修长的身影上 呼得有一变发声 有沸腾般的气血力量 冲消而起 演化为烛龙虚影 平虚而立 当看到这一幕 全场一愣 玄机哗然 那方硕 竟也伸怀烛龙血脉 老天 怎么会这样 没想到 除了萧直是 这事上竟还另有人身 怀烛龙血脉 贵宾席上 那些大人物们 都不禁动容 满脸恶然 因为之前的 论道争锋中 房硕并未暴露 他那一身的烛龙力量 而是动用的 魂修一脉的战斗手段 大家都以为 这是一位在魂修路上 堪称逆天的爵士妖孽 谁能想象 他竟还身 怀烛龙血脉 苏毅眼眸微凝 心中震动 下意识地 他眼角余光 看了一下 远处贵宾席上的 吕青梅 这在当时 已堪称 神话人物的 绝代魔主 那一对 灵动明亮的星眸 也正摇摇凝视着他 这一刻 苏毅终于确信 吕青梅 已怀疑自己的身份 此次就是 冲着自己而来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下集再见